大家好,我们今天分享儿童作业状态对事业发展和性格的影响 儿童作业状态由各种印象深刻的早年经历造成 这些经历有极其的,也有消极的 消极的经历常常可能是创伤事件 它们妨碍着人的成长 儿童作业状态具有好的和不好的一面 从好的一面看 儿童作业状态意味着创造力好奇心 探索精神,感受力,爱心,活力,以及热情,好学等 当一个人的儿童作业状态中好的一面发生作用时 他在做人与做事上都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一个人在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时 最好的选择是人的三种作业状态都能够积极的参与 基于这份职业或事业是你的三自我都支持的 大家还记得去年的网红流浪汉沈魏吗 他说,我喜欢读书 尤其是历史和国学经典 喜欢书法、戏曲和交相乐 有过一份在神经局上班的体面工作 但是我不喜欢和数字打交道 相较于一份循规蹈矩的工作 我甚至更喜欢捡垃圾 对于他的父母为他规划的职业 缺乏儿童自我的兴趣支持 有没有父母自我的原则信念来规范和要求 最终因为儿童自我的过于强大 脱离了家庭和单位 成为了一名流浪汉 那从不好的一面看呢 儿童自我状态的自我中心 服从、情绪化 对大人言听计从 以及适应过程中产生的恐惧感 内疚感和羞耻感 又可能妨碍一个人的健康成长 一个人的儿童时期 父母通常会对其有无数的绝不通融的要求 有很多的必须和不可以 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受惠化过程中 孩子体验到的更多的是自我否定的情感 以至于孩子常常会得出 我不行这样的结论 结果便造成其不好的一面 往往带一去好的一面 从而给自己过多的限制 作奸自服 如果不能够自我突破 像拿着一样改变自己的信念 逆天改命 一生难有大的发展 当一个人被儿童自我状态中的 消极面支配式 他的所作所为 就有可能会像一个孩子一样 变得感情用事 任性 自我中心 懦弱 自卑 并且缺乏控制 如几年前 刘德华的某粉丝为真心 支持起腹 跳海 自杀 当时那个追星者呢 就出于一种完全被内心 那个任性跋扈 做中心的孩子 所左右而无法自拔的状态 从人生成长的角度 这样的人 一生会被情绪支配 从人群化分来看 将云远处于被管理的 那个社会层面 从自由性儿童作所发出的行为 也可以区分为正面的 好的 或者负面的 不好的两种 如果说 我在自由性儿童自我里 即我的行为 是从幼时与父母的规定限制 无关的情况所发出的 有时这些行为很有用 可以提升个人生活品质 被归类为正面的 比如说 小时候 我决定要配合父母 绝不表现出生气的样子 成年人以后呢 自己不知不觉 仍然遵循这个方式 可是压抑生气的结果 可能是陷入犹豫 或者全身紧绷 我决定在生气的时候 把情绪表现出来 接着拍打椅垫 或参加体育运动 把多年埋藏起来的 自由性儿童能量 释放出来 之后 我觉得舒服多了 身体也放松了 许多人在长大以后 也是这样把许多 儿童自我中的感受 如伤心 害怕 对身体接触的渴望 埋藏起来 当我们在安全的环境里 把这些情绪表现出来时 就是一种正面的 自由性儿童自我的行为 有时 自由性儿童自我的行为 是负面的 如果我在正式的晚宴中 大声喧哗 虽然满足了 儿童自我的需要 但破坏社交礼仪的结果 必然造成自己也不愉快 还不如忍住 小时候曾经从 撕纸 霸占 更多的玩具 抢东西吃 用塑料锤打人 等等这些行为中 获得了快乐 于是长大后 也一直会有这些冲动 并在不懂程度上 付诸实施 还有更极端 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例子 小时候曾经在危险的边缘 跃跃于是 获得了刺激的快感 于是总喜欢去尝试 那些高位活动 比如在涌起的路上 高速骑摩托车 去玩蹦跡 赛车等 这种负面的 自由性儿童的行为 可能会危机自己 和别人的生命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学习TV 认识自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